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全麦地瓜燒 现在来做地瓜馅 这里红薯是200克 红薯选这种红色的红薯 提前蒸好的 加入软化好的黄油30克 现在我们用打蛋器 加入奶油奶酪 继续打 加入淡奶油60克 这是打好的红薯香 这是做面包所需要的材料 除了黄油以外的所有材料 放进面缸里面 高筋面粉400克 盐5克 糖40克 酵母5克 全麦面粉100克 水380克 先用低速将所有材料拌匀以后 再用高速搅拌8分钟时间 能扯出鲜湿的厚抹以后 加入软化好的黄油 先用低速将黄油和面粉搅拌均匀以后 再范围中速搅拌1分20秒 详细的揉面技巧 请看上一期视频 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能轻松的拉出手套膜 将面团整圆以后 放入发酵盒 面团没有超过26摄氏度 在30摄氏度 湿度在75%的环境下 发酵40分钟 40分钟以后面团发酵好了 用手指粘面粉搓动 不会马上回缩 将面团分成6个 每个约160克 现在将分割好的面团进行出整形 将面团滚圆的同时将表面奔紧 盖上发酵布或者是保鲜膜 松弛25分钟 25分钟到了 我们现在来进行最后的整形 轻轻拆 是这个三角形的样子 是这个三角形的样子 再来演示一个 再来演示一个 将整形好的面团放在烤板上 整成S形 进行最后的发酵 发到1.5倍大 最后一阵发酵 发酵好了 面团的1.5倍大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在烘焙粽子上面浇上50毫升开水 用200克氏度的温度烘烤12到15分钟 将烤好的面包先冷却 现在面包已经完全冷却 从中间将面包切成两半 我们剪到中间剪空 在面包中间抹上鲜做好的红薯酵 在表面再沾上一层白砂糖 将表面煎成有一点焦黄色就可以了 有任何问题请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点赞收藏并开启小铃铛 谢谢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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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